因為大家對這種商品來講 很多都是已經存在了 但是因為剛好正在流行 就像現在台北在流行蛋塔 因為有一家叫蛋塔工廠 它整個創造出來 它攪拌做得很大 而且它攪拌只有一個蛋塔 它就創造它的話題出來 它製造一個話題出來 像這種 像我們剛才跟各位報告過 像比利時鬆餅 因為接下來後面的一些 大概都會依照那種模式去做 就是比利時鬆餅 因為美式鬆餅已經流行 大概十幾年 從以前有咖啡館到現在 但是它開始轉換 因為口感不一樣 所以我們去製造一些事實上的話題 就好像台北現在有流行蜜糖吐司 就是吐司把它裡面挖空 挖空之後再塗魯馬鈴 魯馬鈴之後再灑那個砂糖 然後去烤 烤了之後呢 就有點類似我們台南的棺材板 或者是用那種挖空 裡面就塞東西 塞冰淇淋啦 塞餅乾啦 塞水果啦 那個講開了齁 那個組合齁 又好像以前咖啡 西餐廳咖啡館的那種冰淇淋聖袋 如果各位有吃過那冰淇淋聖袋的話 是一個玻璃對不對 裡面是不是放很多十幾年水果 開始放冰淇淋 這餅乾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創造 一種創造 這個 好 然後再來 如何去強化產品市場的接受 那這個就是曝光 因為他要去接受 去曝光 因為 在現在來講 除了產品本身以外 品牌很重要 品牌的行銷 品牌行銷 就好像一般喜歡喝咖啡的 他很喜歡拿那個 星巴克的杯子 即使裡面已經喝完了 他很喜歡拿個杯子這樣到處走 因為品牌 這個 如果他拿到什麼85度C的 或是拿到什麼 他馬上就丟掉 喝完就丟掉了 所以 品牌很重要 那我想 我剛才看了名片 哇 這個每個品牌都很棒 都有主題 都有主題 所以這個就是品牌 那怎麼去把它走出去 這是最重要的 那走出去 最快的方式就是參展 就是參展 就一直它曝光 因為參展是最快的 這個 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 像我今年 對不起 明年啊 預計 要去 東莞 這大陸 還有上海 去參展 去參展 就把我的品牌打出去 那品牌打出去 為什麼會這樣子 如果台灣的市場來講 我補習班的這個 總有一天會飽和 總有一天會飽和 那我必須要吸收 現在人來的最多是路客 他們有時候不是只有在玩 因為我去過上海兩三次去考察 去那個 因為有朋友帶 我發現 咖啡館一直開 但是 教咖啡的沒有 教這種相關餐飲的沒有 然後 都是聘請 台灣的那個 那個師父 或者是經營團隊過去 把它開了之後 這個 所以呢 我就採用這種方式 他們要學 因為 就過來台灣 就過來台灣 因為很多朋友說 你怎麼不去大陸開 去大陸開成本太高了 那個沒有幾千萬 而且幾千萬 聽說 看不到東西 看不到東西 所以我又採用 這種 這種方式 我去參展 把他引進來 那因為我跟 有跟當地的那個 那個旅行業者談 由他們來承辦 他們來承接 然後我就是 十搜 比如說好 我的學費 兩萬五 我就十搜兩萬五 那你這個 這個 大陸的旅行社 那你要搜多少 當然也不能太離譜 這個 他有他的利潤 他把學生帶過來 學生用這種方式 因為而且 帶過來的時候 就好像以前我們在日本 學東西一樣 那種心態 我就覺得 我去日本學過東西 我去哪裡學過東西 用這種方式 那如果 因為他們很喜歡台灣的東西 他來台灣學 學的時候 再回去 他會覺得 我到台灣洋海拳老師那邊上過課 那個 整個 整個的名氣 就起來了 所以我用這種方式 像各位也可以 像跟經濟部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 他們去做結合 因為他們都有帶團過去 過去參展 過去參展 像去年就不錯 去年很多 我也 因為去年來講 我也是跟著團過去 去看 你看 因為我先去觀摩 去觀摩看看 真的 市場就這樣打出去 他們來台灣之後 就會覺得 就是要這個 相對的來講 當然 商機就出來了 所以 讓他們接受的程度 要不然 如果 目前還是在國內 這樣子 這個區塊來講 真的很辛苦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那把我們台灣的東西 這些 怎麼推出去 這是我給各位一個建議 好 再來就是 有哪一些 新產品的製作技能 要提出來 當然 這個是一種 研發的部分 研發 所以我們 不斷的在麵糰上面 像我們那個比利斯松平 一直在麵糰上面 去做研發 去做研發 這個 那目前我們 大概有幾種口味 就是 剛才跟各位報告 原味的 抹茶的 還有那個 伯爵茶的 那我們現在就用起司 就是 麵糰 那個 我們吃三明治不是有那個起司片 我們把它切 切成四小塊 然後就是 中間夾 中間夾那個 那個起司 夾起司 吃起來就有點鹹鹹的 這個 這個 那我們就放那個 黑糖麻糬 黑糖麻糬 像這些做變化 去做變化 所以我們常常就會 推出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好 再來就是 商店的未來 未來 的一個規劃 就是短中長期 短中長期 那 這個對我個人本身來講的話 我提出來給各位一個分享 事實上我開我自己的整個的產業來講的話 以補習班為主的話 我初期當然就是 針對學校的 證照 秉級證照 這些 我短期 剛開始是這一種 那 我的中期規劃 中期規劃就是我現在目前的 我目前的 就是做一些創業輔導 創業輔導 創業輔導 還是在於整個的技術上面 然後 周邊的 就是我長期的規劃 所以我現在有成立一家 海泉餐飲整合行銷公司 就是整合 就是我把協力廠商 包括做裝潢的 包括做設備的 包括做其他物料的 都把它整合起來 包括做設計公司 廣告設計公司 都把它整合起來 好 那我 有人要開店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團隊就出來 我們團隊就出來 用這種方式去做 而且 現在有很多都不喜歡加盟 不喜歡加盟 因為他們一聽到加盟 就是要付權力金 付什麼金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運用 我這種方式 所以 而且我們把它台面上公開化 公開化 我是幫你做整合 幫你做整合 當然我們就收一點點的顧問費用 顧問費用 那因為我們這個區 我的區塊是負責 包括軟體上面的 包括經營啊 還有員工的教育訓練 還有技術的傳承 這個 所以我們各司其責 去做一些規劃 這是我接下來就是要做的這個方式 相對的以後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未來 我的未來 就是 這個團隊 等到我們去東莞 或者是到大陸 或者到北 北京上海等等去參展之後 我們用這種方式 去做整合 去做整合 所以現在外面 現在一些管理顧問公司 他們就有整合了能力 這個 好 所以我們會去創造一些機會出來 創造機會 好 那當然也有一些威脅 一些威脅 好 那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 威脅的部分 好 你的外部啊 有哪些 好 有哪些威脅 比如同業競爭 同業競爭 因為 在台灣開店 有個缺點 有缺點 只要是好賣的 有賺的 大家一翁的 搶著賣 搶著做 喔 結果把自己的 自己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整個產業啊 做垮掉 你知道 很多 因為太多人在賣 這個 就好像 一條街 一條街 可能 可能 四家泡沫茶店 大家都可以生存 結果第五家進來了 那第五家進來之後 開始就要競爭了 那一定會 勢必會淘汰一家掉 要不然這大家 大家都 都打平 會有這種 所以 你的一個一個 外部 這個 所以相對的還是那句話 你的 產品 你的 內部的員工 人等之類的 有沒有辦法去引人家 因為 與其這樣 唉聲嘆氣喔 不是 要靠自己 這個 好 所以呢 這外部的那個 所以競爭對手 最近的動向 促銷的方案 所以你要去很清楚了解 現在隔壁在做什麼 做什麼促銷 但隔壁在做促銷 你不要跟著做 就像你看喔 市面如果在做促銷 全家一定不會跟著做 因為做促銷一定有個期限 一定有個期限 那這期限過了 比如說好半個月 好 這個時候咧 你再跟著起來 因為他在做促銷的時候 你會把客源分散掉 如果你同時做的話 你會把他的客源整個的分散掉 所以一般我們都建議 建議等他促銷完之後 你再跟著做促銷 這樣會比較好 要不然你看 他做促銷 然後他也跟著做促銷 同樣一條街 四家在做促銷 客人會亂 那到底我要去哪一家 這個 所以 用一種比較良性的競爭 良性的競爭 會比較好 所以一般我們都建議用這種方式 好 所以 這個 一般 一般 消費者的需求 你要跟著改變 要跟著改變 所以 比如說現在大家流行那種 少糖少油少鹽 對不對 相對的 你要跟著這個 腳步去走 因為現在都走健康路線 所以 就好像 現在台北 他流行的 有一種叫blush 就是早午餐 早午餐 早午餐 他們標榜的就是蔬食 蔬菜的蔬 蔬食 因為以前來講的話 有一種叫 素食 那素食 大概 比較牽扯到 大概都是宗教素 比較多 宗教素 所以 有一些人想 以健康導向的 所以 在這方面來講 在這方面來講 你可以改變一種方式來做 去滿足一些客員 去滿足一些客員 因為現在 就像泡沫茶店一樣 有全堂 半堂 少堂 微堂 還有五堂 這個 要有一個 規劃了 這個 去 迎合他們的需求 這個 好 再來就是大環境 大環境 有哪些 不利的一些變化 因為大環境 那大環境 原則上來講的話 就好像 之前的那個 那個 塑化劑 會影響到整個的變化 整個的變化 就好像 最近有那個大陸的酒 有驗出來又有塑化劑 260倍 那一定是退貨 這個 所以 有時候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環境 大環境 這個 然後 包括現在 因為 整個的原物料都上漲 那薪水沒有漲 所以 很多 很多那種大型的餐廳 他的客員開始在萎縮 開始在萎縮 因為大家覺得 還是 走比較平價的 這個 所以 這是環境的問題 環境的問題 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改變 還是可以改變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有哪些因素 將會 威脅到你的店 那 除了大環境以外 當然 內部 員工也會